大家好 我是天晴的胡老師 在天珠這個領域應該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第一次認識它是因為天珠這個東西 不乏每年在國際拍賣場上面都會創下很高金額的一個拍賣價 尤其是在2019年的時候在北京國際拍賣場曾經有一顆天珠 一顆天珠拍出了2.2億新台幣的價格 所以有很多人在玩天珠的時候是因為這個誘因來踩入天珠的收藏市場 那後面就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 第一個很大哉問的問題就是天珠的真跟假到底要怎麼去分辨 那天珠真跟假這個問題其實要從兩個角度去切入 第一個就是從古玩的角度 也就是我們俗稱古董的角度 各位要知道能夠在國際拍賣場上面拍到那個天花板價格的珠子 它都是千年以上的珠子 俗稱千年自存 它不單單是因為天珠本身的價格 它延續了後面時間給它的一個增值 所以它能夠拍到那個天花板的價格是因為它是一顆老古董 所以如果站在古玩角度來講 你一顆天珠沒有百年以上的時間 這一顆天珠它都叫做假天珠 這是在古玩市場裡面它會有很嚴格的一個時間限制 沒有百年它就是一顆假天珠 就像你一個瓷器做出來沒有百年它也是一個假瓷器 是一個新瓷器一樣的概念 但是在古玩市場古董角度來講 其實它不認同新珠的存在 某種程度它會扼殺了天珠這個迷人工藝 後進者去製作天珠的意願 好來那我們剛剛有講到判斷天珠的真假有兩個角度 第一個是古玩的角度 第二個就是我們俗稱文玩的角度 文玩這個詞它很特殊 它是在我們傳統東方才有的一個詞 它是我們手上盤的玩的 在賢金雅智的狀況之下去養出來的一個東西 所以站在文玩的角度一個東西它有沒有它的價值它取決於兩個點 第一個點在於這個東西新出產的時候它的品質好與壞 品質越一般的它的價格就越平易近人 那同樣的東西品質越高的它的價格相對而言就越高 即便它是新的東西 那站在文玩的角度它容許一個東西在我們手上 隨著時間的增長慢慢慢慢的價格水漲船高 所以我們可以從一個新的物件慢慢的玩玩玩玩到 它變成一個很有古色古香的老物件 那當然隨著你玩了十幾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之後 你那個東西就再也不是那個新東西的價格 就好比胡老師手上有在玩一堆核桃 這一對是新核桃 它雖然在新核桃的品質裡面它是很頂尖的 所以這一對可能在市場上面大概在一萬多塊兩萬塊 可是隨著胡老師可能玩了三十年四十年之後 這一對有可能會漲到破百萬 文玩的角度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在文玩領域來判斷天珠的真與假 其實它沒有很嚴格的真假區別 它就在於你買的價格有沒有辦法去呼應到 你對於這顆天珠的品質跟它的製作工藝的扎實程度 材料品質越高即便是一顆新的珠子 它的價格起點也會越高 工藝越扎實的珠子即便是一顆新珠子 它的價格起點也會越高 但是不管是前面講的古玩還是現在講的文玩這兩個角度 共同有一個認知是假珠子的 就是工業化批量生產的珠子 那一個小時可以做出幾千顆 一個下午可以做出數萬顆的珠子 它用的是對人體有害的化學成分它去製作的 這個樣子做出來的珠子 不管你是站在古玩角度還是站在文玩角度 它都無庸置疑的是一顆假珠子 我們影片最重要的優惠要來給大家了 這次我們優惠是你們影片看到這邊應該可以看到螢幕上有一組折扣碼 用這組折扣碼去我們天晴官方網站消費可以有七折的優惠 在你結帳的時候記得輸入這組折扣碼 就可以有相當相當折扣的七折優惠 數量有限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 那記得訂閱追蹤我們天晴的YouTube頻道 後續會有非常多的天豬專業知識分享給大家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